Hello,大家好,我是胖妹 大家看这个像不像一个棒锤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羊后腿做个火锅来吃 先把这个给它沾成大块 大洋气洗菜去了 今天把它这个羊腿全部给它烧了 今天吃火锅一定要吃个尽兴 接下来用开水给它清洗干净 切点葱姜蒜干辣椒 大公小葱 它都吃好了 粉条 然后我帮你来这个小素菜 好嘞,火锅也差不多了 好嘞,那我帮我拿起来准备烧火了 嗯,吃吧 今天就在我们菜园子里面吃火锅了 因为好拔菜 想吃什么菜就吃什么菜 先把这个羊肉给它煎香 你稍微小一点火,钱那么大火 不知道羊肉就烧糊子了 给你来个大菜 不要,等一下 好 好 接下来就把这个火锅底料和大料放在里面一起炒香 看就怪像 看就飘出来了 嗯 然后再下入这些香青药放在里面一起炒 此时就可以加水给它炖上了 这回可以上大厨大火烧了 好的 我放了 嗯 好抽,生抽 再来点料油去个心 来个三勺食盐 一勺五香粉 把这个羊肉炖熟就可以开始了 哇,好香 还差不多可以了 管了,应该差不多了 嗯 而且我们家这个锅特别的好 边吃边烤火特别的舒服 这样家庭版的火锅就做好了 好香啊 还可以 吃吃吃吃 先来个大的 这个煮的好花 是吧 就有点烫 老的嘛 这个筷子切的还就不小 我怕切小了 到时候你弄筷子倒都倒不到 这羊肉炖一块,吃一块 那吃起来滚一下 嗯 这个骨头就不要烫 买骨头就给花花吃 嗯 我妈吃了一块,你没想 好 嗯 嗯 乖 那粉素先给你去 不然你会了 就不吃了 嗯 这羊肉烧火锅 一点伤味都没有 怎么够想吃 我写的 体现的 那粉条也放里面 嗯 今天算吃过一碗 嗯 哎呦 真是满满一锅 嗯 再进点菜 好的 倒一块在碗里面冷的 哎呦 这块这么大 那你不走 这个羊肉啊 女人一定要多吃一点 打卵的 特别的好 幸好咱都管吃了 我咱就说了 嗯 嗯 我得多倒一点菜 放在碗里面凉着 等一下再吃 先啃一个骨头 反正都说了 嗯 你不来一点 嗯 我也倒里有 嗯 咱们家这个锅就有一点不好 火不好控制 他这个菜放在里面 现在都有点花了 呀 人家花花来了 给给他一块 正好我几块大的给他看 花花 来 吃吧 这火锅里放多少花酒 我吃的好忙 没有 我就割了一小把 吃的是贵 贵又辣又麻 这菜够了 不够 再喝一点的 这都是素材 特别新鲜 洗洗直接酸酸酸酸酸 就可以吃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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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的 我也不吃了 你吃吧 好 这都快一个月没吃过火锅 哇 今天这个山少吃过了 这个羊肉火锅少了 好吃你多吃一点 当然我尝尝这个汤 特别在鲜 你要多喝一点 我 我不喝 怕辣哈 我得多喝 你喝吧 我不要 吃啥了 你不吃 你不吃啊 哎呦 你这汤都拉下来了 嗯 哈哈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胖贝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把胖贝都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胖贝 今天我家女儿起池了 然后先给她编个辫子 这次胖杜利老师登场了 大家等一下看一下我的节奏啊 哇 完美 好看 妈妈 我在电视生里广告上面看到 连阿姨做的桃树饼 好好吃 你可以做给我吃吗 可以啊 等妈妈把头给你梳好 这个做饼吃好不好 好 真漂亮 好了 接下来妈妈给你做桃树饼给你吃 好 女儿想吃桃树饼了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 现在网中加入了440克的面粉 桃树饼之所以酥脆 是因为里面的油特别的多 现在里面加入180克的食用油 这才是真正的油铺面 然后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里面没有干面粉就可以了 再准备6个正宗的土鸡蛋 这次我们只要蛋黄不要蛋清 里面再加入120克的白糖 哎呦 不好意思 失误失误 再加入6克的泡打粉 4克的小苏打 给它搅拌均匀 搅好之后倒入这个油面里面 看起来还挺诱人的呢 金灿灿的 把它揉成一个大面团 饧发5分钟 把它搓成长条 下成一个个的小剂子 然后搓盐 沾上黑芝麻 给它按成一个个小窝窝 这样我们的桃酥 基本上就完成一大半了 给它放在烤盘里面 这个桃酥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了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桃酥饼 希望一次性能成功 要是没有成功就尴尬了 现在全部搞定了 把它放在烤箱里面 醒5分钟 时间到 我们把烤箱调到150度 上下管一起加热 加热到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我得时不时就得看一下 不然糊了就完蛋了 已经烤得滋滋冒油了 时间到 就割 哇好香 看颜色也非常漂亮 这个蛋香味非常的浓郁 快尝一个 非常的酥脆 这桃酥做的还行 还算成功 我来来来看 妈妈你做的桃酥好好吃 谢谢 感觉这个早餐吃出了下午茶的感觉 今天跟女儿一人煮了一杯奶茶 吃这个桃酥饼 感觉这么烂 快吃 来看 有满酥脆的 一连指甲的 妈妈 我们干一杯 好的 Cheers 谢谢 这个早餐可不可你胃口 好可 像这个糖素粉做的比较多 然后给它放在密封袋里面 而且不会坏 这个坏肚子 好吃吧 嗯 饿了吧 嗯 这个糖素可以说是我们小的时候 最喜欢吃的一种零食了 不过现在小朋友不怎么爱吃 不过做起来挺简单的 妈妈我觉得很好吃 嗯 好吃都吃得了 而且 虽然那么多的油做出来 但吃起来一点也不有利 这几天啊我已经做了两道这个零食 一个是桃酥 一个是上次那个猫耳朵 上次的猫耳朵都被我们吃完了 正好这个桃酥赶上烫 嗯 刚刚好 嗯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尝试一下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